这是昨天 不是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的 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 也是有点针对性的 所谓的华人里面的一些大咖 还有些现在很积极的宣传 伟大的犹太民族 伟大的以色列 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 热爱人民 怎么样文明的 那么一个推文 我是这么写的 我说不知道 中文圈里面那些挺以色列 而仇视巴勒斯坦人 或者穆斯林的一些大咖 这个大咖其中包括 这个叫做变态辣椒 好像是一个民运的 好像画画的 好像画了好多漫画 他好像对于郭文贵 也画过一个漫画 那个漫画是 说天安门城楼 换成郭文贵的头像的 然后是这个叫做 John John 这个也是 好像是他自己标榜 是历史和军事的 这个这个独立的思考者 独立的思考者 他支持乌克兰 但是反对巴勒斯坦 对吧 这就有点矛盾的 有点矛盾的 这个乌克兰是反侵略 好像那个哈马斯 不是反侵略 不是反殖民 不是这个这个自卫 这个John John的 这个一个多月 哎呀 这个乌克兰的事 说的少了 说的全是以色列的 光辉的业绩 帮着一块造谣 而且是有点不明就里的 我不知道他英文很好 还是不好 但是我一看他这个 是故意的 还是 还是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英文知识 一点都没有啊 这个 这个视频是 这个以色列人做的 宣传的视频 就是军民如水如一家 就像那个 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 日本占领东山省 日本占领华北 日本占领华东了以后 跟那个老百姓 在南京 对吧 没有大屠杀 然后呢 跟南京人民 一块握手 一块喝酒 一块打麻将 一块打扑克牌 一块拱猪 还给人小糖吃 对吧 都是这个 这个特别和蔼可亲的 那个 那个南京的人 上海的人 这个这个扬州的人 还有北京的人 都是 这个 日本哦 日本哦 这个 你这叫什么 日本听话 满菜满菜 万岁 都是这样吗 这里边讲的 这个这个视频 讲的是什么呢 我待会给大家放一下 是这个 一位巴勒斯坦的 这个母亲 他的儿子 可能是需要 有器官移植 这个先天不足 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采访他 说 问他说 那个 你知道这个 谁帮助你 这个 这个付这个医疗费吗 就是你的孩子的移植 是谁 帮助你付这个医疗费吗 那个那个巴勒斯坦母亲就说 不知道 然后呢 人家告诉他说 他是一位 自己的儿子 在战争中牺牲了 死了的一位 一位老父亲 帮你付的这个钱 他说 然后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的母亲呢 就说抱着他的孩子 就说 哎呀 那我要感谢他 然后后面就有了 一系列的 这个诋毁 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母亲 为什么会对于 以色列 深刻骨仇恨 然后呢 又后面又展示了一些 所谓的以色列的那些士兵 在约旦河西岸 这个跟那个原住民 就是巴勒斯坦人 跟他们特别亲切 给他们送糖糖吃 给他们烙焦饼 这个 这两位大咖 所谓的大咖啊 英文是看不懂的 还是故意的 他们的说法 他们发的推文 一模一样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他们发的推文是什么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发的推文 讲的是什么 这个叫变态辣椒的 他发的是什么呀 说巴勒斯坦英俄 接受犹太捐赠者的器官移植 捐赠者是战斗中阵亡的 以色列士兵 英俄的母亲很感激 但表示他仍然希望儿子 长大以后成为哈马斯 成为烈士 这个大人的 不管是这个成年人 士兵的话 都是应该来讲 二十岁以上了 十八岁以上了 对吧 那个跟一个婴儿 可能都不到半岁的 这个婴儿 他们的器官 除了说眼角膜之类的 能够移植吗 然后呢 他们的推文底下一大堆人问 哎呀 这个大人的器杖 大人的器官 能够移植到这么小的小孩上吗 他们那些 那些所谓的 前以色列的粉 说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 你去问医疗 医疗的医疗人员 可以的 我看 地平哥来了 所以你们不要惊奇 以色列政府跟川普一样 有表演特质 八以问题那么复杂 不好玩 我有点走火落入魔了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我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了解的 我本来知识也非常浅薄 也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以后 突然之间我觉得不大对 然后我就去 去 去搜集这方面的信息 甚至我 如果说大家这个 在推特空间听我讲过 或者说在10月7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发的推文 我是支持以色列的 甚至这个 这个拜登在那边 第一次的讲话的时候 哎呀 我说这个拜登 这回挺好 这个马上就派了 这个世界上 宇宙上最高级的核动力潜艇 不不不不不 那个航空母舰 福特号已经放到 那个地中海 这个这个东边了 去帮助以色列了 我还发了一个推文 你们可以翻一翻 我还说哎呀 最后还有一句就是拜登说的 We stand with Israel 我们永远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我还发了那么一个推文呢 但是后来我看了的东西 直接感觉 好像有点不大 对这样炸 就是当天开始 这个以色列就开始炸了 而且我以为炸出来的是 炸到了这个哈马斯的据点 后来都不是 都是儿童 都是妇女 都是老人 那我就说这个战争 不是这样的打的呀 那我就得去了解一下 加沙怎么回事 巴勒斯坦怎么回事 我就去看历史片 去了解一下 以色列 犹太人怎么要在 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建了国以后 以色列的那些复国主义者 怎么去蚕食土地 然后在所谓的几次的 中东战争中 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搞他的扩张 搞他的殖民 而且对于这个 不管是 特别是对于巴勒斯坦人 还有甚至包括 黎巴嫩的那些平民 那些轰炸 那都是非常残酷 当然了战争都是残酷的 是吧 这个是叫做变态辣椒的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叫 John John 他的这个观点 跟一模一样 怎么怎么老跑 你看他也是 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 以怨报德 投桃送礼不是 投桃报礼没有 一位以色列士兵的器官 到底是哪个器官不知道 是心脏 还是生肢器 还是耳朵 还是眼睛 还是嘴巴 嘴巴眼睛嘴巴的小孩都有啊 那应该来讲是肾脏啊 内脏啊 对吧 英俄的母亲说 等孩子长大了 去趟烈士 你反看以色列而现身 这么看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永远无法实现和平了 这就是所谓的John John 你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人在这个舔以色列的屁眼 舔得非常的舒坦 好 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啊 第一句啊 大家应该来讲会英文的啊 这个都能看得出来 Today I was told who would finance the transplant 今天 我被告知说 这个谁会资助finance the transplant 器官移植 好 我们就一句话接着听 我得把这个声音打开 然后这个巴勒斯坦的母亲说 who is this 谁啊 谁这个蜘蛛啊 那个话外音 就是拍摄的人说 I don't know what's his name but he is an Israeli Jewish 他说我也不知道具体的那个 资助你的那个人的名字呀 但是呢 我知道的是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是一个犹太人 他说这位犹太人 有一个儿子 在这个军队里边 那个牺牲了 被杀了 然后这位巴勒斯坦的母亲问的 是哪场战争上牺牲的 是48年的大灾难吗 就是48年的时候 以色列建国 这个驱逐 找毁了500个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城镇 然后把巴勒斯坦人逼走 那是48年的一次大灾难 叫做Nakba 还是说 到底是48年的 就是问那个老头 捐助的那个老头 是48年的 他儿子死了 还是说 是最近的 不管是这几次的中东战争 那多少以色列人也死了 士兵也很多人死了 然后这个拍摄的人就说 不是48年 那48年的话得多老了 是这个最近的这个战争中死的人 到底是去年这个轰炸 这个突袭 被这个这个巴勒斯坦人杀了 还是说在黎巴嫩的时候 这个跟黎巴嫩的冲突里面死了 还是说14年的时候 19年的时候 他们每年都要 都要对这个加沙 这个露天监狱进行屠杀的 他说是最近 最近哪一年 他没说 他说 We thank him 他说我和我孩子 感谢他 他说尽管说 Even though his son was killed He donated to an Arab 巴勒斯坦人 他说尽管是 他的儿子是这个牺牲了 在战争中死了 而且他这个捐献 就是捐助 一个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的孩子 这个他是对着那个拍摄的人说的 那拍摄的人看来是以色列人 他是说 你对我们做了太欢荡 欢淡的事 太残酷的事 他只是说了一个 You do strange things with us 就是你们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事 然后再来了一个 军民雨水晴了 侵略者去安抚 慰安了 去安抚这个备战领土的民众了 这很明显就是 这个像共产党的文宣一样 或者各个什么侵略者的文宣一样 甚至德国纳税 意大利纳税 日本纳税 他们去侵占的朝鲜 当时的朝鲜半岛 当时的东三省 那都到这个后来侵略大半个中国 那都是好像是 都是要跟那个当地的人 安抚一下 你看这些 这些以色列的士兵 带着礼品 抱着箱子 去那个 去慰问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 而且这个以色列的这些 这些这个推特啊 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哇 这个把那个巴勒斯坦人 这个赶出这个北加加沙了以后啊 路上不是经常有射杀的吗 他们污蔑是说 是哈马斯打的 然后呢 他说 我们以色列的士兵 对于那个难民 那个逃窜 逃窜到南边的话 我们还给他水喝 我们还给他拍照 我们还给他包扎 然后这个马上就有这个 有这个推友啊 就马上就指出来了 有一个老头 那个以色列士兵 给一个老头喝水 喝完水以后 拍完照以后 拍完录像以后 没过没过一段时间 就被砸死了 这里面已经这个推特上 有好多这样的情况 回来了 A照来了 汤易来了 鸡婆芹菜 有没有去美国战监 你没 昨天的 昨天的这个 这个直播 你就没听 好 接着 这个 这个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就是这个 这个宣传部的 这个到了 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 这个 这个平民的家里 你说 你看 你看 这个解放金叔叔好不好 如果说 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局 到那个 到那个越南 当时的叫做自卫反击战 如果说到越南人的家 但是如果说中国不撤军的话 在那边强战的话 那说 我们得 得做一些宣传片 对吧 要国际形象 对吧 我们那个 到越南的平民的家里 然后给人家送东西吃 送水 送饼干 对吧 然后呢 那个拍摄的时候 让那个 问那个 那个小孩 你认识这个 以色列大兵吗 他们是战士 他们是战友 战士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老太太 这个大姨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以色列人啊 还是说 巴勒斯坦里面 有没有叛徒啊 也可能有啊 就是所谓的 巴坚 巴勒斯坦坚 就像我们说 汉奸 汉人的 这个 这个奸贼 然后告诉他 这个是属于 这个叫 约旦河西岸的 其中的一个村镇 我不太清楚 这个叫 约旦 约旦 然后那个 指着那个枪 问那个小孩 你知道那个 那个枪是什么呢 那是玩具哦 和你们玩的 然后你看 这上面的这个字幕说 She's afraid She's afraid Why 这俩孩子都是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为什么 这好像是一个 所谓的巴勒斯坦人的 节日的时候啊 他们去送东西的 送温暖 Happy holiday 节日快乐 你看这些 这个这个扛着枪 扛着枪去的 而且是都是重武器啊 各个都是那种 高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枪啊 枪支啊 都背在这个身上啊 然后背着身上的那些 那些所谓的军人 带着纸箱子 带着礼物 去慰问 这个英文的字幕上是写的 Even since we were children Our parents told us that The Jewish people 后边是什么 自从自打 我们从孩提的时候开始 我们的父母就告诉我们 犹太人 后面 我看有没有别的字幕啊 然后这个 说犹太人啊 是很可怕的 The Jewish people are scary 这个这个我看看 他英文 英文写的什么 Life is precious But not for us 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的妇女呢 她就说 她说 人的生命 都是珍贵的 对吧 但是 对于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总是 受到 以色列人的骚扰 以色列人的侵占 以色列人的涂炭 对吧 我们的生命 好像不珍贵 然后他说 对于我来讲 For us Life is zero Life is worth nothing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生命 就几乎是零 是特别的卑贱 我们的生命 好像不值任何东西 Worth nothing 他说 那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那些 Shahid Shahid是什么东西 是他们的头巾吗 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认识那个字 然后呢 他就问他 这个 如果 这个 是不是他那个儿子 穆罕默德 如果说能够 这个治疗 治愈的话 这个 Sahid 可能就是 战士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清楚 这是不是 巴勒斯特 阿拉伯语 他说 如果说 你的儿子 被救了 被治好了 的话 你还会让 你的儿子 当成一个 这种祭品 就是牺牲品 就是跟以色列 做对的 然后这个母亲 说 当然 就是跟偏头的时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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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抱着孩子的 巴勒斯坦妇女一样 然后这个 以色列的记者 就问说 真的吗 为什么呀 这女人说 为了耶路撒冷 为了不再有 任何的麻烦 No problem 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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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